大家好 今天这一讲我们讨论一下 这个练拳时膝关节的疼痛 疼痛的原因及防护 这个问题呢 几乎所有练拳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尤其是中老年人练拳 前不久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他在上海微信告诉我 告诉一个非常好 他当时非常兴奋的告诉我 他要开始练太极了 参加一个太极拳训练班 他呢也接近快六十了 当时我就特别提醒了他一些 我就说你要注意你的膝关节 果真不到一个星期 他就微信告诉我 说我没法练一下 就是我膝关节疼的 疼痛的 没法练了 看了医生 医生也建议他不要练拳了 我当时因为我 我又不在上海 没法帮助他 所以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感觉到 就是非常重 而且我本人也遇到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来重点的讨论一下 好我们先看看膝关节的这个解剖及生理 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关节 也是人体最复杂的一个关节 也是人最容易损伤的一个关节 因为他的主要功能呢是负重 因为他在下肢里有关节 膝关节 再一个他的功能主要是曲曲 不能做任何的旋转和扭转运动 练前时膝关节疼痛的主要原因 那么主要是两大原因 一个是你膝关节本身有问题 还有就是你练圈的方法不正确 那么你本身有问题呢 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第一呢 你可能原来就有外伤时 第二呢 膝关节的退行性病 第三个呢 就是肌少症 练圈方法的问题呢 主要两大问题 第一个呢 你的膝关节过度负重 第二个 你的膝关节在活动中发生扭曲 肌少症 我重点来谈一下 这个是我们 这个肌少症 我在上大学当医生的时候 都没听说过这个症 这是也是近几年来 这个 发现的这么一个 总结发现这么一个病症 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老年性病症 随着年龄增加呢 我们的肌容量就明显在减少 那么有人统计呢 是这样说 就冲我们从五十岁开始 肌肉开始减少 到了七十岁 你的肌肉会减少 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是 我有一个同事 当时他就跟我讲 他说 我原来大腿很粗 我那时候 他是女同志 觉得最近腿细了 他觉得很好 但是膝关节问题出现了 所以这个肌肉是对关节 是对关节最好的保护力量 所以肌肉一旦的萎缩 或者肌肉的功能下降 那么都会造成膝关节的问题 好 那么练太极拳 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问题了以后 练太极拳的时候呢 我们怎样来如何防止关节炎 关节膝关节痛的发生呢 我们第一 首先要增加膝关节的功能 比这个肌肉 你肌肉量少了 你要做一些腹中锻炼 增加肌肉的强度 第二呢 我们练拳是要认真的热身 一定要做一些伸拉 做一些伸拉动作 把关节活动开 第三个呢 要正确的练拳方法 正确的练拳方法 主要是两点 第一呢 要避免膝关节的过度浮重 第二呢 要避免膝关节的扭曲 避免膝关节的过度浮重呢 就是我们打太极拳的时候 要后坐 这是最最重要的 让你的膝关节呢 不在你的受力线之内 这就可以造成 你的膝关节 不会过多的负重 那怎么办呢 首先 你要会把你的骨盆端平 要曲跨 后坐 还要把膝关节外撑 这样呢 你的膝关节 就会负重 非常非常小 第二呢 就是什么时候 膝关节最容易浮重呢 就是你虚步的时候 我们虚步的时候 会一条腿 承重整个身体的重量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要没做正确了 你的膝关节一定会浮重 会加重你的膝关节损伤 那么这时候 你虚步的时候 你要要 要要你的本体感觉 第一 你的 你的整个身体的重量 要落在后足上 甚至要落在后足 后脚跟上一点 第二 你的膝关节 没有任何感觉不舒服 然后你要把你的身子 整个压在 这个实腿上 第三呢 就是 你在虚步的时候 开始迈步的时候 你要固定住你的膝关节 注意 一定要固定你的膝关节 膝关节 然后你的重心 要转动的时候 你要时刻注意 你要时刻注意 你的重 你的身体的重量 一定要落在后足上 你就不会发生 膝关节负重的问题 如何避免膝关节扭曲呢 就是我们说 膝关节 我们记住 膝关节 一定要做到三尖一致 我们什么三尖呢 垮尖 膝尖和脚尖 这三尖要保持一致 那么要保持 根尖动 就是跨这个地方动 膝关节不要做任何的动作 那么我们在脉步的时候 膝关节要固定 保持你的重心的稳定和固定 好了 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两点 我们的膝关节发生疼痛 就会 可以避免 那么膝关节疼痛 疼痛的出现 我们怎么处理呢 因为 我们打太极的时候 刚开始不可能做到完美 所以你的膝关节 一定会发生这两种情况 一个是负重 一个是扭曲 那么发生疼痛了 我们是这几种处理方法 第一 如果是轻症的话呢 我们练拳 我们还要继续练拳 轻症的话 有轻微的疼痛 疼痛你可以忍受 继续练拳 但是呢 你要特别 这时候要特别纠正你的姿势 你要慢一点 要时刻的 要做你的感觉 让膝关节 没有负重 没有扭曲 那么中度的疼痛呢 我们要减少练拳的量 要找一个很好的按摩师 它会缓解你的这个疼痛 重度的疼痛呢 一定要去看医生 要休息一段时间 好 好了 我讲了 我练拳呢 练了二十多年 我的习惯节也是从疼痛中走过来的 我在疫情前呢 我带了五个班 有时候一天要带五个班 然后我每天早上要练两个小时 那么俗话说呢 这个酒链伤筋 我也知道 我当时呢 我特别是右腿 我几乎是不敢着地 我都是一拐一拐地走路 但是我坚信呢 我会 我是一直在坚持练拳 因为我知道 这是韧带和肌腱的损伤 那么这种损伤呢 疼痛出现呢 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只要你要坚持 把它练得强壮 你就会过了这个坎 我现在真的是 我感觉了 我的肌腱和韧带已经拉开了 而且肌腱变得强壮 我现在再没有发生 细关节疼痛的问题 我现在照样 每天打两个小时 还带着不少的班 所以我习惯间就没有 没有再发生 没有再发生这个疼痛的现象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老鹰重生的故事 鼓励了我 老鹰 老鹰呢 一般可以活到七十岁 但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呢 开始衰老 他衰老的表现呢 是什么呢 他的嘴巴长长的 到胸部 爪子也没有 爪子也没有力气 也不是这么锋利了 那么羽毛厚重 飞都困难 这时候他面临了一个选择 是等死还是重生 一般的老鹰都会要重生了 做非常这种艰难的选择 那么他怎么重生呢 他首先要飞到一个悬崖 峭壁上 这时候因为很安全 因为重生他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他用他的嘴敲打那个岩石 把整个嘴给敲掉 然后 嘴心长出来以后 用嘴把指甲打掉 指甲心长出来以后 把羽毛拔掉 然后五个月 他就获得一个重新的 锋利的嘴巴 爪子 以及 轻盈的羽毛 他又可以凹向蓝天 所以呢 就是 我们有点疼痛也不要紧 我们要坚持 只有改变 我们才能获得重生 好了 今天我们做一个小节 我把今天的 第一呢 膝关节疼痛的原因 主要是两大 第一个呢 你膝关节本身有伤 第二个是 练拳方法不正确 膝关节本身有问题呢 主要是肌少症 我讲中老年人 主要是肌少症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加强 膝部的锻炼 要做一些热身 认真的热身 练拳 这个不正确的方法呢 主要是两大 一个是扭曲 一个是负重 那么如何避免 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呢 那么我刚才讲了 一个就是要避免扭曲 第二个要避免腹肿 膝关节的疼痛处理呢 轻度中度 我建议要继续练 要把你的韧带练强了 重度呢 要看医生 要休息一段时间 好了 今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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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